研究恋爱行为的爱情实验在心理学当中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 弗洛伊德在临死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对爱情了解的太少了 如果你爱一个人可以拿着一管本以安直接插在他的身上 你们就会双向奔赴 在双向奔赴里需要 一、相似的个性 二、互补的需求 一、肖战和杨子的相似的个性体现在三个层次上 第一个层次是兴趣爱好的相似 战哥说两个人首先能玩到一起才能过到一起 羊驼表情包 最常用的我现在用最近那个羊驼用的比较多 就是那个什么 我经常用的表情包 就是有一个那个羊驼 在那一直这样扭啊跳舞 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我 跳伞潜水 姊妹你站在原地就好 战哥来靠近你 但如果说是生活的话 想要尝试跳伞 还有深浅 其实跳伞我还蛮想去尝试的 还有深海里潜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真正的深浅一次 还有就是好吃这件事 战哥的兴趣又随着姊妹相似起来 原来无法抵抗的美食面包 变成了姊妹最爱的火锅 食物 火锅吧 完全没有 面包 最喜欢的话 火锅 第二个层次是价值观的相似 姊妹说越发展 就越要对自己说的每句话负责 如果将来自己有足够强大影响力的话 趁年轻要做一些不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事 这个超赞 战哥对偶像的理解 做公众人物就必须有责任 为大家传递正能量 战哥和姊妹确实觉得值得被喜爱 第三个 相似性层次体现在对爱情的理解上 姊妹配偶标准 阳光 帅气 温暖 善良 正直 战哥择偶标准 从原来的温婉居家 到初初相识姊妹后的第一天 加上不卑不亢的标签 又在根据姊妹标准不断的升级 哥哥没有遇到妹妹前 都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是在遇到妹妹后 得看缘分 分人 见钟情形的 还是日久生情形的 我觉得得看缘分 遇到姊妹 哥哥一切都在变化 用姊妹的话表现得淋淋尽致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还是要看男人做了什么 妹妹对另一半也是有要求的 卸任 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 一起解决所有的事情 哥哥的幸福 就是要和妹妹一样 和自己在乎的人 永远在一起 共同进步 不断成长 祝愿姊妹和战哥 在余生里能够珍惜彼此 共同成长 克服所有的困难 幸福 照进现实 我们还有一群人 从居外也感受到你们的甜蜜 我们愿意尊重 支持你们 无论你们是独自飞翔 亦或是各自为王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